我很喜歡麵它的酥脆口感 嗨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 美想要來跟大家開箱來自台東的好物 先給大家一個提示 它是一種超級食物 而且它非常的常出現在我的料理中 營養價值很高 在歐美這間開始流行 但是你知道嗎 台灣也有更棒更厲害的產品 所以啊 今天要來開箱給大家看 順便來分享幾道健康又美味的食譜喔 台東的紅樓梨 各種產品耶 哇 這個很棒 這個是紅樓的便利包 它長得像這樣 一小條一小條的 然後 裡面有紅樓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就是很方便 你直接把這一包打開 然後夾在飯裡面一起煮 這個紅樓養生麵 我覺得真的很棒 這個紅樓養生麵 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我剛剛看它的成分啊 就是很單純 它只有麵粉 水 鹽 跟紅樓 所以不是那種很加工的麵條 然後 哇 蛋白質很高 每一份量呢 熱量大概是200多大咖 然後蛋白質有接近10克耶 所以你在吃麵的同時呢 你可以補充蛋白質 還有膳食纖維 裡面有滿滿的紅樓梨耶 我很喜歡它的酥脆口感 而且完全不會太甜 有些這種燕麥棒就是 感覺糖價的太多 但是它完全不會 那這邊還有紅樓水風味黑芝麻夾心絲 看起來相當好吃 紅樓跟黑芝麻的搭配 超養生的 我最喜歡吃這種很刷嘴的小鈴嘴 相當的有嚼勁 我覺得它的口感比那種鱈魚香濕更為紮實 就是你需要咬久一點 然後你越嚼就越能感受到黑芝麻的香氣 紅樓感覺就是自然而然的融入在這個產品裡面 這一包還滿大包的 然後它的肉量是400大咖 但蛋白質有將近18克的蛋白質 這是一款滿健康的點心欸 招牌紅樓肉燥欸 這種醬料類啊可以拌飯拌麵 我都超有興趣 超香的這個油脂的香氣 成分有台灣豬肉 純釀醬油 紅樓 蒜頭 紅蔥頭 湯 米酒 無香粉 欸這個成分超pure的欸 沒有添加防腐肌 先來嚐嚐 那說到為什麼要吃紅樓呢 紅樓屬於全骨雜兩類 主要成分除了澱粉以外 還有豐富的蛋白質 膳食纖維 然後各種礦物質質化素 另外呢紅樓還有黎氨酸 剛好是白米所欠缺的營養 所以啊就是紅樓跟白米的搭配 剛好可以補充白米所缺乏的營養喔 而且啊 藜麥它是 所以啊對膚質過敏的朋友就可以安心使用 這時候就會有很多人疑惑說 欸 藜麥跟紅樓算是屬於同一種嗎 其實他們的營養價值和功效是差不多的 那以外型而言呢 就是 藜麥它會顆粒會稍微比較飽滿一點 然後它是屬於 南美洲印第安人他們的種植的作物這樣子 那紅樓的話呢 其實我也是現在才知道 哇我們台灣原住民耕種紅樓已經有百年之久的歷史 尤其是在台東就盛產紅樓 然後是直到近年啊 就是藜麥的風潮開始起來之後 台東的紅樓才慢慢的被世界所看到 那身為紅樓的愛好者 今天妹就要來使用台東紅樓的好物 來製作出三款 美味高蛋白高鮮的Mephibo 那現在要來教大家如何做出好吃的麥麥飯 那現在要來教大家如何做出好吃的麥麥飯 那這個比例的話 我是覺得紅樓比白米大概1比2的比例 算是蠻好吃的一個比例 甚至是1比3 看個人喜好都可以自己去調整 首先先將白米以冷水沖洗個3到4次 紅樓與白米加入碗中 倒入米比水約1比1的水量並均勻的混合 在煎鍋外鍋架一碗水等待約40分鐘 開關跳起之後打開骨蓋 拌一拌即可享用 半豆腐以廚房紙巾包覆 失去水分 在等待同時可以切蔥花 番茄先去紫之後切成小塊狀 碗中半顆切絲之後切丁 蒜頭切片 並切末 半豆腐失去水分之後切成液入口的塊狀 平底鍋倒少油中小火 先煎豆腐至表面金黃 盛起備用 在平底鍋倒少許油炒香洋蔥以及蒜末 並加入番茄拌炒 持續拌炒至上色 接著加入醬油米酒 少許的味醂 繼續拌炒入味 倒回番豆腐 繼續拌炒 最後撒點鹽胡椒 稍微調味一下就可以起鍋囉 花葉菜的話水煮大約兩分鐘烙起 水煮蛋怎麼做呢 先煮一鍋滾水 以湯匙製造漩渦加入蛋 等大約兩分鐘撈起 接下來第二道料理是高蛋白的古早味雞絲肉燥 紅梨拌麵 首先我們先將一片雞胸 以鹽胡椒 米酒醃製個15到20分鐘 用手均勻的按摩 在碗中加入紅洗菇 一起蒸約10到15分鐘 來 打開鍋蓋確認一下 用叉子把雞肉弄成絲 稍微拌在一起 滾水煮紅梨養生麵 大約4到5分鐘即可撈起 把兩顆蛋加鹽黑胡椒以及一口牛奶 打勻 拿著平底鍋倒少許油以中小火 把蛋煎熟之後 捲起成蛋捲狀 並切成細長的蛋絲 蛋絲完成 切成小黃瓜切成絲或刨成絲 小黃瓜切成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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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瓜切成絲 第三道料理是辣味噌烤鮭 煸鍋外鍋一碗水等待約40分鐘 打開鍋蓋拌一拌 美味的薑黃紅梨飯就完成囉 鮭魚的話現在表面撒點鹽不用太多 接著加入醬油一匙米酒 即少許的味醂或者是糖醃製一會兒 紅椒的話起司切成塊狀 綠花椰切朵 在表面打鹽胡椒義式香料 淋上一匙的橄欖油 好像烘烤約15到20分鐘 這是最好的 更新的印象 吃到更新的藝術 炒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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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a flower in the shade ever feel a little jealousy? Does it ever go away? All I want is you to answer me right now 煎板豆腐、水波、蛋、紅梨飯 然後上面淋的是紅梨辣味噌醬 我覺得這個辣味噌完全有一個提味的效果 原本吃起來很平凡的番茄板豆腐 就瞬間加上那個辣筋 然後還有那個味噌醬 讓整碗瞬間變得超好吃 這個是紅洗菇跟雞絲的組合 然後我上面加了紅梨的肉膠 旁邊有比較清爽的小黃瓜還有蛋 把它拌在一起 我還蠻喜歡這個麵條的細度 然後咬起來是蠻紮實的那種 不是那種很Q彈的 因為它是沒有加防腐劑的那種麵條 可以感覺到它是相對高鹹的麵條 紅梨的辣味噌醬 然後我感覺它配鮭魚超好吃的 蛋黃飯煮得剛剛好 天啊 它完全有一種 就是那種高級日式料理賣的 鮭魚吸金燒的感覺 因為我本身是用那種 比較照燒的風味去醃製這個鮭魚 然後配上辣味噌醬 超搭的 超好吃 像這種淡淡香氣的香料飯 那麵很榮幸呢 這次可以跟台東紅梨來一起推廣台灣的農產品 那我覺得台東紅梨真的品質非常優 而且以健康的角度而言 我覺得是蠻推薦大家可以多多攝取的超級食物喔 那這邊精選三個 我特別推薦的 登登登登登第三名 紅梨養生麵 我覺得它的成分很單純 就是吃麵條的同時又可以補充蛋白質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是 還蠻好吃的 然後營養價值也很高 二名的話 因為我很喜歡吃辣 然後我覺得這個醬非常的棒 就是它的成分 它也是非常的pure 沒有那麼多的那種人工添加劑 剛剛吃到真的驚豔 就是不論你是配飯啊配麵 或者是加在肉的主食 我都覺得哇 好像瞬間讓食物變得美味了起來 推薦給喜歡吃辣的朋友 第一名最推薦的就是這個 紅梨便利包 那我覺得它很方便的是 它就做成這樣一小包一小包 其實很適合那種租屋主啊 只有一到兩人 或者是兩到三人吃飯的 你就是一杯白飯 然後再加上一包這個 然後就像煮米的方式 一起煮一煮 然後一起放進電鍋 就變成很健康很養生的紅梨飯 可以瞬間讓白米的營養價值 大幅的提高啊 最後就是請大家一起多多支持 我們本土的農產品啦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